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常看康熙来了的朋友 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么一个人 他身材中等 长相平庸 戴着一副眼镜 看上去没有任何的闪光点 可每次有他在的场合 他总能逗得全场 哈哈大笑 从无冷场的时候 他被称为鬼扯大王 说出来的话虚虚实实 从来没人能够轻易辨别真假 他也被称为台湾的综艺界教父 曾制作许多档创造记录的综艺节目 他有很多重身份 是制片人 是通告艺人 是作家 是rapper 他是沈玉玲 1967年 沈玉玲出生于台湾 年轻时候的他 曾经做过很多种工作 在夜市摆摊 卖水果也卖过唱片 由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 不久后他又去做了电台主持人 几经辗转后成为了唱片公司的企划 直至被节目制作人黄毅雄所赏识 黄毅玲玲去了电视台工作 他也成为了一名综艺制作人 也许是老天赏饭吃 沈玉玲将每一档节目都做得风生水起 甚至开辟了台湾综艺的心河 整人 1997年台湾红不让横空出世 在这档节目之前 观众们都没想到 原来综艺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尺度 那是台湾综艺竞争最激烈的年代 各个电视台的制片人 为了收视率几乎是无所不用 由沈玉玲操刀的台湾红不让 以整股艺人为主 每期节目都会让艺人们挑战各种不可能 几乎无底线 无下线 尽管这档节目很红 但是内容却一直饱受非议 沈玉玲曾经说过 有一次路过菜市场看见猪大厂 心生一计 准备将这些声场作为惩罚节目嘉宾的工具 因此有嘉宾在上节目时 头顶突然掉下来一块声场 糊了这位嘉宾的眼睛 导致嘉宾愤怒离场 诸如此类恶心低俗的惩罚手段 在他的节目中屡屡可见 可节目内容越是毫无底线 收视率就越是火爆 正当沈玉玲春风得意之时 他的节目因为过于大尺度而被叫停 沈玉玲也准备回头是岸 不再做这些整人的综艺节目 他又着手创作了一档新的节目 叫做分手擂台 节目从分手恋人的视角出发 这些感情破裂的恋人们 可以在节目中说出自己的感情困惑 以及对对方的不满 现场中的主持人和调解员 从中调停 这档新节目融合了多种元素 有时候催人泪下 有时候又让人捧腹大笑 充满了戏剧性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胃口 沈玉玲凭着新节目赚得盆风波满 他开了公司 生活过得很是滋润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电视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和不断被叫停和罚款的节目 沈玉玲逐渐入不敷出 欠了许多钱 只能卖房抵债 身为制作人的沈玉玲 曾经开创过辉煌的综艺时代 最终却也因为综艺而倒下 为了还债 沈玉玲只得四处奔走 寻求另一种谋求出路 他放下制作人的身段 去做曾在他手下讨饭吃的通告艺人 沈玉玲当制作人的时候说过 选择通告艺人必须要俊男靓女 这句话被当时的台湾综艺界视为真谛 于是其貌不扬的沈玉玲也遭到了反噬 没有一个节目愿意请他 他被拒绝了整整三个月 日请终于出现了转机 一档节目请了沈玉玲去做嘉宾 沈玉玲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表现得很出色 他做幕后十几年 早已熟知观众们最想听的是什么 也明白节目组想呈现的效果是什么 因此他相当配合 节目圆满结束 这档节目播出后 许多制作人也发现了沈玉玲的闪光点 昔日的综艺教父 没想到做起通告艺人时 也有两把刷子 沈玉玲的通告接踵而来 他也凭着不断上综艺而再次红了 彼时的沈玉玲在上节目时 虽然已经展现出他的才华 但他仍然有所保留 对于那时候的他而言 他想做的远远不只是通告艺人 他还是想回到幕后 成为顶尖的制作人 沈玉玲频频跳槽主持几档节目后 又与吴宗献合作投资了一档新节目 但主持的节目没有火花 投资的节目又涉及抄袭 沈玉玲简直是赔了夫人又蛇兵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沈玉玲终于明白 重操就业是难以实现的了 倒不如安安心心做一个通告艺人 2011年沈玉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做通告艺人上 其中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就是康熙来了 康熙来了中沈玉玲曾多次获得年度通告王的称号 可见他上通告的次数之多 对于康熙来了而言 沈玉玲在节目中贡献出许多的经典片段 极大的提升了节目的收视率 直至今日所有视频网站中有关沈玉玲cut的点击率 依然遥遥领先 对于沈玉玲而言 康熙来了是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跟沈玉玲的大起大落的事业相同 她的感情生活也不是一帆风水 沈玉玲曾经有一个相恋九年的女朋友 叫做邹佩珍 她们的相爱并不跌宕起伏 沈玉玲对邹佩珍一见钟情 见面的第一天就打电话问她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周佩珍思考了一个晚上后回答她 好 两个人的感情由此开始 进入热恋期的她们 很快同居 一起生活 莫文蔚的歌词中描述爱情 开始总是分分钟 妙不可言 谁都以为热情 她永不会见 然而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 琐碎的生活小事 将美好的爱情变成了一地鸡毛 沈玉玲与周佩珍在一起 四五年后 沈玉玲的事业还在上升期 而周佩珍的性格却愈发暴躁奇怪 平凡的争吵 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缝隙越来越大 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 直至那一次 康熙来了 到了顶峰 那期节目以卸妆为主题 节目组邀请了沈玉玲与周佩珍 这对情侣党 沈玉玲说话一向大大咧咧口无遮拦 再加上他可能想贯彻娱乐到底的宗旨 因此他在现场对着卸妆后的周佩珍冷嘲热讽 他嘲笑他卸了妆之后像鬼 甚至大声喊 快叫救护车 在众目睽睽下被男友如此羞辱 他忍无可忍地动起手来打了沈玉玲 然后转身离去 沈周二人的感情从此破裂 与周佩珍分手后 沈玉玲和周佩珍还在节目上隔空对骂 昔日恩爱情侣转眼之间成为仇人 实在令人唏嘘 因为分手的局面实在过于难看 许多台湾网友也痛斥沈玉玲是渣男 沈玉玲渣吗 说她渣确实是挺渣 一个女人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她 她却气之如碧履 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嘲笑她 但沈玉玲确实也对周佩珍做到人之意境了 她将房子车子和一部分积蓄都留给了佩珍 几乎可以说是净身出户 沈周二人的相处方式其实一直都存在问题 周佩珍脾气不好 在节目中对沈玉玲大呼小叫 生活中又喜欢抱怨 而沈玉玲的事业到了高峰期 她想要的是一个闲内助 不是回到家里还要去面对接连不断的争吵 两人最后会分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沈玉玲与周佩珍分手后 她很快公开了比自己小17岁女助理牙牙的恋情 沈玉玲在上今晚谁当家时给牙牙下跪求爱 没想到节目组还偷偷请了周佩珍来 让她在后台看着前男友与她的仙女友甜甜蜜蜜 这种打击对一个女人不言而喻 后来沈玉玲和牙牙结婚 没有收到洗帖的周佩珍独自前往婚礼现场 众人害怕周佩珍闹事把她拦了下来 佩珍没有坚持进场 只留下了礼物便走了 婚后沈玉玲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 尽管台湾综艺节目江河日下 可在已经在内地站稳脚跟的蔡康永和小S等好友 还是时不时会提携沈玉玲等旧日搭档 沈玉玲独特的搞笑风格在内地也深受观众喜爱 她掌控节奏的能力强 又有能说会道的本事 同样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沈玉玲娇妻在怀 女儿也成欢西夏 小日子过得很是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